大家好 我是王狗 就如你們不要一手看到的 我 見到了 那真的是我 人生中 最恐懼的一次經驗 在很久很久的三天前 那天是我去參與一個探險節目 叫做淘寶好兄弟 他們找了一個地點 非常的特別 我一直以為是電影 或者是電影完才出現那個場景 更不要說它是出現在台灣的 說了你們應該就會知道 瘋狂阿根 就是一個地圖 沒錯 是純實 沒有啦 就是地下木雪 這個地下木雪呢 是在一個很山上的地方 當時我們是坐一台遊覽車 大家一起上去的 後來呢 看到一條小路 節目主的製作人就說 就是往這裡進去 這裡我覺得很好笑 那個時機在邊開 然後邊說 你確定嗎 你確定是進得去的嗎 我確定進得去 因為我們才有在這邊看過景嗎 不行啦 這個等下進去我是要怎麼出來 可以啦 你經常裡面會有一個大平台 沒有停車場 時機就不講話 繼續開 開了沒有10秒鐘之後 大哥你等下載我們進去之後 我們會換接駁車 下來的時候我會再打給你 你再接我們回去 我是絕對不會在這種地方等你輪到 對那時機 他長得一副蠻兇的 可是 可以感覺出來他害怕 就知道那個地方是多恐怖了 我們就在想 時機等一下一個人看回來的時候 應該要在他身上夾一台姑婆 看他是什麼反應 剛剛那個地方 是一個平台 旁邊 全部 都是墳墓 往上看 是很遼闊 很壯觀的 一整片 一個山層 為什麼我說它是山層 因為它不只有樹 還有一座座的坟墓 完完全全沒有任何的人 沒有任何的車 其實到那邊的山層 我都覺得 也就還好啊 但是最後我是真的 有一點崩潰了 這真的是我人生中 最可怕的一次經驗 後來我們就 換了接駁車 往 片一片的 時機山層上面開 到了一個定點 就帶我們在那邊拜個拜 雖然我是基督徒 但是 我尊重任何一個信仰 拜完之後 製作師就帶我們往 車子可以開的那個山路 走一走呢 製作師就叫我們往旁邊看 我們一回頭 真的不誇張 比如說我的人 這樣的一個大小好了 那個山洞 這樣的一個大小 我需要站著 彎腰 我一擠進去就像一個軟木塞一樣 BOO 前面一大片 深不見不盡的洞穴 但你拿手上有最強的光照 就發現 那個彎 在彎過去 又有岔路 真的是電影中 才會看到那種 洞穴的迷宮 重點是 那時候就問那個製作人 這個洞穴是 痛到哪裡的 我說這個洞穴可以痛到 台中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才義覽 如果是真的的話 非常的不可思議 但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洞穴的門口 地板上 有好幾個洞 排列組合是非常奇怪 一個 兩個 很遠的地方 有六個 左邊也三個 很像在玩那種盜幕遊戲 要把這個洞穴打破 然後拿到寶屋 可是現實之後是現實 我們那個時候拿手機頭 往洞穴照 你知道我們看到了什麼嗎 就是人的骨頭 你真的可以看到那個骨頭的耳朵 這麼小 很多就跟我盪子 他都是這樣 然後重點是他還是被折斷的 不過回來一直都是那個畫面 就有點沒有辦法集中精神 可能就是人家所謂的 耍丟 但是我覺得我並沒有耍丟 我會把這個當作是一個 吸引力作用 反正我們就在裡面 進行一個簡單的挑戰之後呢 就出來這個洞穴 帶我們去到另外一個洞穴 也一樣 旁邊都是窩 但是可怕的是 你會看到上面有蝙蝠在飛 而且那個地方 你以為你在採遺土 可是不是 不是蝙蝠的大便 對到腳踝一樣高 而且還有那種大條 無數隻腳的那個 我忘記那個叫什麼 因為我實在沒有很喜歡去研究昆蟲 我挑戰那個肚子傳說 叫做 通往地獄的階體 我現在想起來都還會有一點發抖 那個階體 位照於洞穴進去之後 右邊的岔路 再進去之後 再往右邊的岔路 很小很小的洞 樓梯是往下斜的 60度的那種幅度 我好像很低 拿著那個手電頭 拍力格 燈籠 一沒拆我就會摔倒 這些我都不怕 但是重點是 大家都知道我最怕的是什麼 就是蟑螂 那個洞穴 我一進去的時候 一轉過去 就看到一隻超大的蟑螂 他的頭是對著我 我就咬了牙 往下 走一點點 趕快掠過他 又走一幾階之後 我說 有錢罩 石壁上 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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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說整片石壁都是 但是 你至少可以看到 四五隻 我真的是要這樣彎著 一稍微往上就碰到蟑螂 然後我的身體 就會撞到那個石壁 我完全沒有辦法 克服這件事 所以那一集我就 適度進去吧 都還是沒有辦法 走完所有的階梯 但是最後 我有說 我想要克服看看 這個性體的障礙 因為那個任務就是要我 深淵的 每走十三階 拍一張 走到第十三階 至少讓我拍一張 最後 我是有大成 但是 已經腦袋是空白 一個很 特別的經驗 又蝙蝠 又蟑螂 又人骨 竟然 宜蘭 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其實撇開蟑螂的話 我是還蠻喜歡在裡面探險的 石頭嘛 會有點凹陷 有水蛙 所以我就在想 會不會有地方一直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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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看到一個很深的水蛙 而且潛下去 都很遠這樣子 只是別想找這種東西 除了張揚之外 我都ok 但沒辦法嘛 那天是他們的節目 就只能靠 有志士去挑戰啦 唉 我切身的經驗啦 這世界 真的是非常的奧妙啊 ok 那我的這個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了 真是想看 我後幾天 到底會夢到那個 今天今天的肚子都要知道 如果喜歡路樹苗的話 可以幫助大家喜歡蟹老鼠 下次見 bye